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家隔壁的夫妻传来了吵架声 这引起了朋友们的八卦好奇心 于是前去查看 接着一个血腥的家暴现场就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拿刀的老太太十分的疯狂 家暴男浑身都是血 身为网站记者的短发女 仿佛找到了热点新闻 开始架起摄像机现场报道这一起事故 结果就在报道到一半的时候 保安的尸体从天花板上掉落 众人被吓坏了 开始针尖恐后的逃跑 结果大家悲催的发现 大门被锁死了 根本逃不出去 在返回的途中 丧失理智的家暴男再次出现 受伤的老太太倒在了地上 身强力壮的酱油哥制服了家暴男 而公寓内似乎有某种病毒在蔓延 感染的人会变得似血癫狂 众人本想要报警 结果此时又碰上了大楼停电 信号全无 在这样的情况下众人乱成了一锅粥 冷静过后大家决定前往地下车库寻找出口 结果当大家到达车库时 发现这里的出口也被封死了 电路的总闸也被人做了手脚 线路全部被切断 无奈之下大家只好继续上楼寻找可供逃生的出口 接着众人在楼梯间里发现了一个小萝莉 小萝莉的爸爸条文男因为感染病毒已经变得和丧失无异 接着炮灰妹被杀 大家趁机救走了小萝莉 条文男紧紧地跟在后面一路追杀着众人 大家被逼到了窗前打算跳窗逃生 这时黑暗里突然有个人发生了 此人声称是法医 法医一直在这里研究这种病毒 发现所有感染病毒死亡的人 都是刚刚接触过大楼里的水 现在只有找到病源才能找到解毒的方法 从而获救 于是男主带着女友和酱油哥 就自告奋勇地要去尸体上采集血样 三人先是找到了家暴男取了一管血 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条文男刚好经过这里 三人在黑暗中 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条文男 法医快速地分析了三人采集的血样 并在血样里发现了一种罕见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会让人变得极度狂躁疯癫 大楼的水里就有同样的物质 显然大楼的水箱里的水受到了污染 这也是主要的发病病因 这种病毒极容易感染 呼吸不慎就可能吸入病毒 这时小萝莉的哭声把条文男给引了过来 因为在大楼里待的时间过久 诸人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感染 而体质弱的短发女是众人里感染的最严重的一个 短发女的求生本能被逼到了极限 为了活命 短发女抓住了萝莉 打算利用萝莉引开条文男 结果萝莉突然发作 咬伤了短发女 追过来的条文男及时补刀杀死了短发女 很快男主也开始中毒发作 为了不伤及无辜 男主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 赶走了酱油哥和女友 两人无意间来到了一个仓库 仓库里都是大楼住户的照片 很显然已经有人对大楼里的情况 做了详细的调查 这时两人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色色发抖的女人 女人告诉两人 自己的男友就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某天男友因为和导师吵架 就把实验室搬到了家里 而大楼里的所有人都被男友下毒当成了实验品 接着三人找到了一个 位于大楼外墙上的平台移动装置 三人正准备用平台装置逃走 结果条文男杀了过来 女友也被抓走 男主为了救女友 于是跳到了平台上和条文男搏斗 最终欺身了自己 这时下毒的凶手也在此刻出现了 丧心病狂的凶手为自己的实验成果而激动不已 突然平台卡住 两人只好逃到了天台 等待天亮救援 结果凶手率先发现了躲藏的酱油哥 两人一番缠斗 含有毒物的水也在此时变成了毅然雾烧了起来 随后大楼的火灾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警察也在这时赶到了现场 电影的最后凶手被控制 两人因此得救 而大楼里仍然潜伏着危险的感染者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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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